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第一时间祝贺了赖清德的胜选 但是呢 他后来是在参加达沃斯论坛 他也这个接受了许多的媒体记者的访问 那么在一次专访当中 我们看到他是接受CNBC的采访的时候 他说到 再一次的向赖清德跟台湾人民祝贺 称赞台湾有强大的民主制度 为这个地区为全世界树立榜样 然后呢 他说中国近年来日益咄咄逼人的战略 完全违背了自身利益 对台施压 各种的方式 还有这个外交压力啊 孤立等都会让很多人反感 你说反感归反感 但是这个外交的压力跟孤立 这不就已经来了吗 那美国挡得住吗 美国积极的在南太平洋岛国 希望能够建立好更好的关系 积极的拉拢 结果现在呢 诺鲁开第一枪 这个董哥 诺鲁就跟北京建交嘛 然后今天这个你看 马上议会就很快的批准了 与中国恢复全面外交关系 我看到他的内容里面 就特别强调的是说 他们要做对于诺鲁有优先利益的事 所以他们认为说 跟北京建交才是对的 对于现在你说像这种所谓的 我们保不住我们的邦交国 一而再再而三 那是不是接下来就要连着来了呢 包括外交部的次长 也只能说来得突然啦 或者是说邦交国都跟我们要很多钱 我们没办法给啦 然后像国民党的立委 李德韦就说外交部你该争气一点 老把责任推到中国大陆的身上啊 王鸿威还说 政府日前还大内宣说 诺鲁的新总统横挺台湾 现在落得这么难堪 这算不算是你之前讲的 那个都假讯息呢 酸爆了 那我就问董哥 所以咧 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处境 接下来当然我们的外交国还会掉 那中国大陆的浪力也会减少 这些都是在眼前的嘛 他在贸易上或者在国际上 他都有他的手法 这必然的 其实我觉得台湾人民自己也心知肚明啦 那既然做了这个选择 你就认了啦 你去跟美国讨外言 跟日本讨外言也可以啊 但是看你有没有帮助嘛 反正台美21世的倡议签了以后 对台湾会比较好吗 不会嘛 大家去看那个内容就知道 里面没有什么浪力 没有什么 对不对 我们要跟他谈的是关税 不要再重复课 他也不愿意 你知道美国要克我们税 我们自己也要克税 我们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赚了 就是要卖一百块 他里面美国的税加台湾的税要多少 要五十几啊 你根本就没立论嘛 你怎么这个 对啊 所以ECFA比较实在 还是台美倡议比较实在呢 当然每个人都知道是ECFA 那你既然要做这样的选择 他就会碰到了 那我觉得说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拜登这个集团 他现在是很焦虑 因为川普一步一步逼近 你看爱尔华州川普购办数 对 他两个对手海利跟桑德斯 都被他丢到严严丢到后面 那他这个选举 川普是不到场的 你叫我到现场坐 我不去浪费钱 他是不到场 他后过半数 那两个人花很多钱 在那边做演讲 扫街机什么是没有票的 你知道川普那个声浪 就非常知道说 拜登的那个 拜登现在的选举 他采取也是马银酒方式 Lost day 他叫Retail 就是我们要零售式的 去挨家挨户去拜访 那为什么可以展现他的亲和力 因为他有个错号叫Uncle Joe 乔大叔 大家来跟乔大叔介意 他要走这个亲民了 那川普是走那种 因为亲民有限 会跟你这样有限 那川普是走 我就要对抗 我就很强势 那些司法都是在破坏我的 因为他司法四项的刑事指控 或什么样 所以我觉得说 以现在不管民调或什么 大家都知道 美国总统应该 下一任应该是川普了 就这样 除非他突然被干掉 不然我觉得 77岁 好 那大家看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国际的氛围 这氛围出来的话 台湾自己要很清楚 就是说 你跟美国继续在 跟走他一样的路 川普一定还是才对干 至少他 这一次如果当选的第一任 他会对干 第二任就不一定 因为他是一个商人 第一任我要巩固 我下一次继续连任的一个 一个威望 表示我在对干 那下来的话他就未必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台湾 自己要很清楚 我们选出来的 因为我们这 蔡英文一商人来 我们就是直接就报美日 我们就直接报美日 那 报美日大腿 报美日大腿 对 那你这个大腿一直抱的话 你就没有一个回闲的空间 对 这个是我们比较吃亏的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小国 你其实是应该 求平衡 求平衡 对 没有啊 而且不要把很多话讲死 那民进党现在当然 大家知道赖清德也 好像就只有这条路 虽然嘴巴不讲台独 可是这个作法跟台独无异 那对台湾的影响会非常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 在下来的邦交国一定会少 你知道那时候 2017年蔡英文 才上任的第二年跑去 南太平洋行亲嘛 那行亲那些国家现在只剩三个 一个马哨尔 一个柏柳 柏柳一万二 马哨尔大概十来万 还有一个土瓦鲁一万一 对 我们只剩这 这三个国家一定是马上被挖走 为什么 因为前面有好几个嘛 索罗门啊什么一个一个就走 那现在一看人家 跟北京建交好像有好处 那我们跟台湾好像越来越没有 尤其土瓦鲁最可怜 因为它的陆地边越来越小 它已经快没地方占了 那人口又那么少 那我觉得说这个都会影响 那现在因为我们 能够给的或者怎么样是有限 因为台湾其实不像以前 那么大方那么给那么多 那你如果给的话 它会狮子打开口 一直给一直 一直要一直要 我们现在的邦交国最大的是 瓜地马拉 人口一千七百万 第二大是海地一千一百万 都比台湾还小 那这些国家都很贫穷 那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 你讲这个 那我告诉各位 其他的超过十万的国家 几乎没有啊 这其他都是 都是个位数 你要知道 但是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朋友 至少联合国开什么会议 他可以出来帮你讲讲话 至少算一票 算一票跟你讲讲话 没有效果 但是至少有盟友帮台湾发声 而且我们也不能那么现实 好像说别人比较小 我们就不理他 那我就是 那接下来邦交国 因为他国家的利益 那国家利益 他有他的要求 譬如说瓜地马拉总统 他已经当起来那么久 他不能上任 就阿刘巴斯 他现在不能上任 他的议员也不能上任 就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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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 十三号已经就职了 对不起 没事 对 那大家可以看 就是你可以看 我们很多报告 他是很困难的 自己国家自己都很动乱 动乱到大家就觉得说 那怎么办 所以其实在台湾来讲 他很多处境是很危险的 很危险的 其实这个因为讲到瓜地马拉 我也请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 回头补课 因为正好在昨天 情谦天下事务 跟赖月谦老师直播的时候呢 就我们在关注的就是 我们现在这个断交潮 那这个赖老师是特别是从中美的外交战的 那个角度在看 那因为就是提到刚刚这个董哥所谈到的瓜地马拉 因为他是在刚就职上任 真的是好不容易就职上任了 那我就好奇说 这个邦交国会不会动摇 那我也看了许多的一些外媒的一些分析文章 特别我们做了一些讨论 欢迎大家能够来回看 情谦天下事 感谢 不过讲到邦交波机 其实刚刚这个董哥点出了几个国家 对啊 南太岛国里面就是还有帛琉 马绍尔群岛等等 我们换了这一张 然后还有就是土娃鲁 不过因为你知道 因为吴钊燮在第一时间 因为他人在瓜地马拉 但是他想的是另外的邦交国 所以大家就在想说 是不是哪个邦交国 是不是在有危险 有危急 然后你就看到了 现在目前当然 有一些邦交国已经直接在表态了 说要维系跟我们的邦誼的立场 可是这种话 你说能信吗 因为过去其实常常都是说 要坚持 要跟我们要巩固好邦交 可是话一没说完多久 不就断了吗 波机 当然诺鲁有他一个特殊性 就是他是在贬政府时期 也跟我们断交又副交 就是说穿了 其实他是一个某种 叫务实的邦交国 就是出价者得 出价高者得 那当然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 是我们外交部 有没有把正确的讯息回传 因为去年十月底 就如王宏威那个委员说的 就是你怎么可以还对台湾的说 新总统比过去更挺台湾 结果两个半月就被打脸 那这个才叫 这个就是外交工作的 这个叫做选战期间的 都在大内宣 然后都在讲假话 都不能有意外 可是你从吴钊线注意哦 他是在大选这个时间点 就到了瓜地马拉 那就表示 有一种有一个解读 叫做毕业旅行 因为他5月20号 他自己都说了嘛 这个赖清德这个选商之后 他准备就要下台了嘛 这是一种嘛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有危险的他都要先去一下嘛 对不对 他毕竟还是外交部长 而且他几乎是台湾这个任期 做相对来讲 做很久的一个外交部长了 因为再怎么断交 什么断交都动不了他 对那对中国大陆来讲 我相信现在开始 蔡政府一定也会开始 启动所谓的防断机制 就是让这些剩下的国家们 我们的好朋友们 等等吧 至少520后再说吧 为什么 因为你再断一个国家的话 蔡英文就会变成 我国史上断交最多的总统 不会有别人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已经断到第10个 然后呢 因为现在后面还有12个 再一个 以后最多也只有11个 就是就算今天 只要他蔡英文任内再断一个 以后只剩11个可以断 可是他已经断了11个 那他绝对是史上最多 对 因为只剩11个 不可能有人断12个了 蔡英文任内断 所以如果交给赖金德 他还有11个可以断的话 那就赖金德的事了 不管我的事了 所以现在他一定防断机制先启动 520之后再说 想尽办法 你先最近这五个月开的条件 我通通答应 那就是不知道要 砸多少的银两了 是不是 这个 反正口头先答应 对 可是说真的啦 你看外交方面 我们感觉到了蛮大的一个威胁之外 我想请教一下将军啊 那军事方面呢 军事方面我看到其实在赖金德胜选了之后 国防部就一直强调说没有什么异常 那可是呢 是国防部自己做的这件事情比较异常 是什么呢 来我们大家一起看看 是国防部持续都会发布一些解放军的动态 台海周边海空域的动态 告诉大家了 我们以前习惯看的就是这样的示意图 台湾画在这边 然后呢 就是他们怎么样飞行啦 然后会有是经过哪里啦 是从北啊 还是南部啊 那这个都是有路线图很清楚 可是现在接下来呢 是航向 飞行轨迹 它就不再显示了 变成是这样的一个图 这样的图之外 有点不一样的 还有什么呢 就是大陆解放军的战机 从哪里起飞的机场 它这个倒也是会公布出来的 而且会告诉你说 这个战机跟台湾的距离是多少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改变呢 国防部发言人根据他的讲法 是说要尽量在不影响情资来源前提 让国人了解目前面临的一个状况 避免敌人利用空隙 对我们认知作战 影响我方的军心民心 这个到底是什么道理啊 那改这样的话 不就是感觉看起来更不清楚了吗 将军 这就是国防部盖牌 盖牌啊 对啊 因为如果说今天按照以往那种方式 你知道它军机扰台 它飞行路线 还有它的各种机种画出来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从它的机种研判出来 对我们的威胁心有多大 比如说它假如直升机的话 是在做什么样的动作 它坐反潜机 或者是说电战机 或者是说它歼16 是炸弹卡车 或者歼20 我们那时候大概可以研满 它到什么位置 可能在做什么动作 比如说很明显的到巴士海峡 它可能是在反潜 它可能就是挡你的这种 不要让你的舰队 能够离开巴士海峡 它的这个反潜的军 那以往来讲我们可以从这边路线 或者什么大概老百姓 其实一般老百姓可能不懂 像我们大概就知道它的作战意图 比如它的歼10跟歼16的作战性能 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啊 有歼系列的 我们一看就 这个这次有歼 我们特别都会去关注 对 那现在来讲的话 这国防部这个盖牌的意思就是说 代表的含义 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代表就是 就是未来来讲 国防部已经研判出来了 就共击这种 中共解放军对台湾的洗扰 或者是侵犯会更严重 那不希望造成民众的恐慌 比如说它飞行的距离会更近 对不对 压缩 它本来在中线活动 它会不会现在来讲以后 它就到达你24海里的 这个滨海区 或甚至越过你的12海里的 凌空去看你台湾 你要怎么办 或者是说 它在台湾海峡 时间更长更久 那巴士海峡这边 时间更长更久 让你美国舰队 没办法来做这个 这个资源的动作 另外我这边 特别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经常讲一些 认知作战认知作战 你看 我觉得重点是参谋本部 参谋本部是在讲实话 参谋本部 它讲的是实话 可是一般老百姓听不懂 那我想说 我用口语话来解释给大家听 第一个 它说常态性的军事活动 那很多事情 本来就是常态性 你训练也是常态性 问题说 你训练的地点 在什么地方 那意义就不一样 你训练的武器 是什么武器 那意义就不一样 比如这次来讲 怎么会没有活动 当然有活动 东海军演 周三地区 它为什么要选在周三地区 第一个 我们那边 在那边打了几次的大败仗 一江山撤退 大神岛撤退 就是在周三巡岛撤退 他特别喜欢那边军演 你说他有没有战略含义在里面 第二个他演习的 他这次用了一个小的快艇 他自己本身都快淘汰了 就不用了 022导弹飞艇 可是他特别弄了一艘船 叫611 悬号611 611什么是我们台湾 在民国54年的时候 跟中共海战 就我们那次是惨败的一次 那就是被他611 那个内艘 鱼类快艇打败的 所以他特别把内艘军舰 把内艘快艇改成611 悬号改成611 然后022的导弹飞弹快艇 来展示在周三这个地区 你说地点跟他的这个悬号 代表了后续的含义是什么 那我们国防部的解释 就是常态性的军演 第二个他讲说 结合认知作战的军事行动 我特别要讲 认知作战大家常挂嘴边 什么叫认知作战 大家不知道 对不对 我跟你讲认知作战叫什么 如果说比较细分的话 就第一个是心理战 第二个是舆论战 第三个是群众战 第三个是谋略战 第五个是思想战 这几个结合在一起 用网路把这几种战法 结合在一起 然后重点是他讲的 结合军事作战 就代表是真的有动作 如果说只是打空包弹的话 我们会知道 但他一定会有一个 具体的军事行动 然后再利用网路 来影响你们台湾群众的思想 所以国防部讲这些话 就代表说是 他后续的军事行动 会更强大 而且有了某一种军事行动之后 他会用网路 然后来做他的 所谓认知就是心理 影响台湾民众的心理 或群众或思想 这等等各方各面 最后我要讲一个 他讲的灰色地带清扰作战 我觉得这更严重 什么叫灰色地带呢 所以灰色地带就是说 正式交战之前的动作 叫灰色地带作战 正式交战就是 武统台湾的嘛 那就是山西正规登陆 或干嘛 那叫军事作战 在这个动作 没有达到这个动作之前 都叫灰色作战 包括到哪些呢 我具体跟各位讲 譬如说 他如果军事 到你24海里 或滨海作战区的话 那我若是算灰色地带 那你打不打 我对你压缩你的战略空间 这第一个 那更严重 下一步 他也是灰色 他打东沙岛 我一直认为说 他们老共如果说 军事要采取东沙岛 打东沙岛 为什么选东沙岛 因为东沙岛 我们没有老百姓在那边 仇恨值会降低 还有第三个 对我们会有很影响的 胡塞组织前两天 在红海宣布 他要做一件事情 他割断海底电来线 那老共会不会 对我们做这种动作 这都是灰色地带作战 所以国防部讲的是实话 大家特别要提高警觉 那赖清德执政以后 你要小心 他在这种灰色地带 他不用到你正式的 武统台湾 之前他都可以做这些动作 那我们台湾应该要如何应应 国防部要提早做好准备动作 新潮流办公室 他们发新闻稿 宣布赖清德不再是 新潮流的议员了 那么段一康 社会总干事的他 他就说 这是基于尊重总统职务 总统也应该避免 与派系间有所牵扯 看到这句话 我第一个就想到的是说 那英系呢 我们讲了那么多年 那这个蔡英文也是总统 那现在是怎样 是在打脸英系吗 这是第一 再来那现在如果没有 这个赖清德在新潮流系 那会不会有所谓的赖系 自成一派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考量 为什么在今天出这一招 董哥 民营兰过去有非常多的拍戏 那现在主要有五大拍戏 除了蔡英文的迎戏之外 新潮流书系 然后勇言会还有政国会 最主要这样 但因为过去拍戏很乱 所以我刚听到段里刚刚讲这个 我就很纳闷 因为我的印象没有记错 2006年7月23号 民进党已经经过前代会宣布 所有拍戏通通解散 怎么会有新潮流办公室 我也搞不清楚 新潮流办公室从哪里冒出来 这前代会通过 所有拍戏通通解散 柯建明还提个案子 希望大家表辇不要 结果柯建明输了 那个提案人是王姓兰 也是前立委 那他们现在表示什么 其实我要表达 就是民进党说一套做一套 大家说拍戏都解散了 我们拍戏不会再内斗了 还是继续搞拍戏 要不然王毅川 为什么叫大家抢救他 抢救王毅川大兵 为什么 因为你不文心立委 没有我政国会 把我摆那么后面 对不对 因为你为了私心 你赖清德当党主席 又是总统的参选人 你既然 我们安全名单12席13席 里面完全没有我们政国会 那你不是欺负人吗 你不能因为讨厌陈廷辉 而把我们整个派系都讨厌了 简单讲就这样 所以赖清德现在就是要表达 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他是选票不够半 百分之40 立法院也不够半 习次比国民党少 那他现在就会知道说 那下来我可能就 有些地方就死不开了 所以他现在到处求外援 希望美国帮他讲好话 结果拜登说 我不支持态度 对 那日本 日本看大家都讲完了 好像我应该这个态度 赶快出来讲 其实这样 那赖清德他当然希望说 我要先化解自己内部的 讨厌我的 至少政国会这些人 那其他人 人家可能会有任何考量 譬如讲 就是他要显得好像他比较什么 是站在另一个高度上 他不属于任何的派系 是刻意要这样 是啊 譬如讲四年前 有人要罢免黄杰 黄杰 黄杰今天出现 结果蔡英文出来替他那个 讲一讲以后 那黄杰应该是英系 没有 现在跑到 永延会 今天跟大家开心合照了 对啊 为什么 因为蔡英文要卸任 520要卸任 还有什么英系 英系的掌门人是陈明文 陈明说我不选 陈明文已经不选了 各位大家 民进党大家都在看出新的风向 对不对 那这种风向 其实很可怕 前两年 口语歌就看到了 口语歌是前程跟蔡英文的 对不对 蔡英文还派他去美国 当组长 对不对 结果他回来 他宣布要参选议员 代表永延会 各位朋友 所以现在就 大家都在玩 那我觉得赖清德他的风险比较高 因为他是执政者嘛 手上的资源都在他手上 所以很多人就要看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做 那我觉得说 赖清德 因为他现在只能说 言必称蔡英文 是他的资产 或怎么样 但是我告诉你 蔡英文卸任以后 就要开始跑法院 因为他那些论文 然后怎么 你不能再说我这总统 不用上法院了 那他的处境 可能比马航九好一点点 但是也都在跑法院 好来 那波基你怎么看呢 其实现在民进党一方面 我们看到 今天赖清德这边出这一招 可是我们也很关注 就是说除了执政党之外 这个在野党 对不对 你看现在大家在讲说 蓝白你选钱 当时呢 该合没合 现在选输了吧 那现在选后了 那是不是能够合 所以在国会龙头之争上面 你看哦 现在大家就在讲 到底要怎么个安排法 那结果今天 当然对于外界的一些揣测 这个柯文哲 他却直呼太有趣了 有趣吗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 我没有打算要这样合吗 所以什么龙头之争 他自有他的定见 可以这样说吗 可是如果再不合了的话 那会有什么后果 我先讲这个 新潮流的这件事情 其实简单讲 就是赖清德翅膀硬了 不鸟蔡英文了 而为什么 第一个 他两个矛盾 一个叫做 什么叫做 总统应该避免 跟派系之间有所牵扯 这是段宜康说的 那不就是在 酸我们的蔡总统吗 不要忘记 民进党有个派系 叫英系 那个英是哪个英 不是马英九 是蔡英文 对不对 那四年前 赖清德挑战蔡英文的时候 是哪个派系 帮蔡英文平安度过初选 英系 当然那个时候 新潮流最后关键时刻 也是跑一挺 所以那时候赖清德觉得很 很赤心 可是 这一次赖清德选上了 然后呢 选前大家都来讲 新潮流不倒 台湾不会好嘛 他当然也要有 他也知道说 他变成一个双少数总统 如果每天贴着 新潮流的标签 他这四年不用玩了啦 四年后很难 更难选 所以赶快趁紧 我们先划清界限 可是有影响吗 你知道陈菊 已经退出民进党了吗 你知道李靖勇 已经退出民进党了吗 有差吗 你记不记得选前 陈菊在高雄 还去跟那个 他的子弟兵李博裔 还在同一个教会 你看 根本没差 有没有退党 有没有什么 他 我讲身为新潮流 死为新潮鬼 就是这么简单嘛 那所以 他这个退出 就是一个 这个叫做 表面功夫 那可是 可是里面还有一个矛盾 那他们说 基于尊重总统职务 副总统职务不用尊重 他新潮流 副总统 已经当了快四年了 你现在 因为选上总统 才要退出 原来副总统不用 副总统是什么系 然后他之前是副总统 现在还是副总统 那为什么你当副总统 的时候不用退 那为什么你当行政院长 的时候不用退 原来这些职务 都不需要被尊重 都是新潮流的 所以你看 这是什么奇怪的标准 奇怪的逻辑 好 简单讲 只要今天讲述派系 这个 这个赖清德 简单讲就是 他只是想要告诉 所有派系 以后我是公道伯 我没有在新潮流了 所以我不会偏袒 这是一个宣誓性 可是 这些地方派系的 或者说这些各自派系的 看一看就知道了 到时候520 他组合团队 怎么分配嘛 你到时候看一看 派系怎么运作嘛 我们等着看嘛 这个 一眼就看出来 那至于 未来这个 国会的龙头 这个蓝牌合不合 老实说没有那么重要 没有那么重要 为什么 第一个 立法院长的部分 因为国民党是最多数 那现在看起来 民众党跟民进党的合作 已经触交 因为民进党团是直接 连他们提出 那个什么 四项改革承诺 直接给一个空白的考卷说 我们是最会 国会改革的政党 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其实就没有回答 那文不对题 所以呢 民众党如果这个时候 还去跟民进党合作 那个叫做自杀 那个叫政治自杀 那所以 他不会跟民进党 合作状况下 国民党就以义代劳 什么叫以义代劳 你的票 你只要敢投给民进党 你是自毁前程 可是 我们都接受你的承诺 你不投给我 是你自毁前程 所以国民党就以义代劳 到时候你不投 你们就说你们要走 什么自己的路 没关系 但因为五十四票 就立法院的选制 到第二轮投票 五十四票 国民党只要没有跑票 没有盖错票 五十四票 就是让韩国瑜当选 立法院长 所以国民党 这合不合 根本是个假议题 现在的逻辑 就是韩国瑜会 这个五十四票 当选院长的格局 好 这个这样子讲起来的话 其实现在目前 那民众党的态度 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就不是这么重要咯 可是事实上 蓝白的这个合作 未来在这个国会当中 会一而再再而三的 会被关注着的 因为其实未来 也有很多的一些 法案 议案 确实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要来彼此 不同的政党之间来协商 那董哥 那你看现在 这个 今天柯建民也蛮有意思的 他就直接在说 蓝白和 那这是不是什么 这是不是 木猴而冠 他还突然撂成语 他还想说 木猴而冠是什么意思 我们线上的网友 大家要不要来留言一下 木猴而冠 然后还说 政府院长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这对国家是好的吗 在旁边在那里酸 好像是等着你 等着看 看你们国民党跟民众党 要玩些什么 可是对啦 因为董哥我们知道 现在目前呢 这个大家都在看 陈佩奇 他之前已经先在脸书爆料了嘛 说选后 柯文哲是不接国民党的电话 然后赵若康其实就是说 打电话你就接嘛 侯友宜打给你的话 没那么可怕呀 你不要拿过去的事情 去否定未来 我们要看的是未来好不好 所以是还在跟柯文哲喊话 董哥 没有因为柯文哲在军业那一场 因为他骗人结果被拆穿 拆穿以后他回去心理建设 认为说是对方在骗我 骗一次不能再骗第二次 就是他们两个国民党 不能再骗第二次 他已经没有扣打了 还绕英文 大家看了就是 这就是柯文哲的人设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你全世界 任何选举都会有风度 选输的人会打给选赢的 或者我选举我们同时输 但是会互相打气 会打给对方 这都是一样 过去蔡英文输给马上九 蔡英文会打给马上九 说好 就2012年的时候 所以都会有 那县市首长选举也是这样 那现在陈北极故意拿出来讲说 好像我们都不会有风骨 我老实讲 台湾民众党被看破手脚了 因为他想说我巴西 我就可以来玩这个玩那个 大家都不理他 为什么 那难道以后立法院要被你主导吗 怎么可能没有这样的国会政治吗 那现在国民党 你都要讲他以一代 好也可以啦 就像刚刚波基义黄安明所讲的 因为我们要了解一下立法院 还有选举的结构 他总共113席 第一次投票选 院长后院长要购办数 购办数的人当然 没有购办数就投第二轮 第二轮不必要购办数 最多票的人赢 那国民党52席 他有两席盟友 陈朝铭跟高低数 所以他就54嘛 那民进党只有51嘛 那民众党有80嘛 那国民党就 那要不然就 一定要投第二轮 因为你民众党不投我 你也不可能去投民进党 因为新潮流不倒 台湾不会好啊 你怎么会去投新潮流的党呢 是不是 所以变成说 大家只好各自投自己的 各自投自己 当然就国民党当选 这是刚刚 因为可能一般民众 对立法院这个结构不清楚 那我讲 现在因为柯文哲解说 我这81 我一定要做最大的利用 所以 下来的话 其实大家也不用想太远 立法院如果有一些 合作的议题会合作 其实国民党在 在对 过去这四年 对民众党非常好 你看吴新宁 吴新宁做业子 还跑来帮民进党盖票 盖召集委员 可是吴新宁在这一届 立法院等于说最后这一届 他要当招委是国民党 把他拱上去的 国民党 等于说对民众党示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种合纵连痕 有时候我们现在看 将来截略不会怎样 不一定 在立法院 看议题 大家会玩来玩去的 是 好 那我请教一下这个将军 你看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 都有在检讨为何败选 像比方说民众党是不是就因为 内参民调不准啦 还有再加上如柯文哲所说的 年轻票真的拿得不够多 因为很多还是没头 那侯友宜是不是因为真的就是 他自己努力不够 赵浩康其实也谈到了 败选的四个关键 包括民调的误差 还有兰英不喊气宝 喊集中选票没达到目的 以及民进党选前十天 民调网上一波 显见有撒下资源 第四 侯友宜的人格特质 因为讲话不灵活太保守 那身为这个蓝营的支持者 我请教您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选后以后 看三个党的表现 让我感到很失望 蓝营在忙着找战犯 对 然后绿营在那边分赃 分配官职 然后白营在干嘛 白营在尾巴咬狗 对不对 然后他一下偏向绿 一下偏向蓝 他那巴西立委 想要左右台湾的政局 所以我觉得 这个让我们感到很失望 但是事实上我们台湾 现在所面临的困难 是真的很多 不管是经济上面 对不对 大家今天所看到的 股汇双杀 这在经济上面 ECFA或者是贸易壁垒调查 中共的军援 美国他们都比我们紧张 日本也比我们紧张 就我们台湾自己参选 这三个党 各自在那边盘算 自己未来的利益 那如果说是讲 这个 现在如果说讲 这个选后检讨 我以蓝营的立场 来检讨的话 我觉得说 真的是不需要去找战犯 那朱立伦来讲的话 他这次 他自己连自己不分区 都没有列进去 那你怎么会去找 朱立伦当战犯呢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 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